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系是很微妙的 根据圣经的记载 他们是罗德的后裔 而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 摩押女子路德因这信心的选择与认同 成为波阿斯的妻子 大魏的增足 但是摩押也曾经帮助以色列人的敌人 使他们遭受伤害 因此上帝对摩押也发出审判的预言 在这段预言中 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被提起当作整个审判的形容 就是酒 先知形容摩押在太平的日子中 如同清澈的酒意 摩押自幼年以来 常想安逸 如酒在渣宅上澄清 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 也未曾被掳去 因此它的原味尚存 香气未变在十一节的地方 先知形容摩押遭难 他们遭受拆毁与被掳掠的过程的困苦 如同倒出的酒与打碎的坛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 将他倒出来 倒空他的器皿 打碎他的坛子 十二节 甚至形容摩押的羞辱如同醉酒 你们要使摩押沉醉 因他向耶和华夸大 他要在自己所土之物中打滚 又被人吃笑 这是二十六节 最后 先知哀叹 摩押的荒芜与被毁灭的葡萄酒 一般 西比马的葡萄树 我为你哀哭 甚至雅谢人哀哭 你的枝子蔓延过海 只长到雅谢海 那行毁灭的已经临到你夏天的果子 和你所摘的葡萄 三十二节 因为战火与死亡而绝望的摩押 就像是肥田和摩押地的欢喜快乐 都要被夺去 我使酒榨的酒绝流 无人踹酒欢呼 那欢呼却变成仇敌的呐喊 三十三节 但是即使在如此特别而惨烈的景象之后 上帝仍然留下最后的应许 应许贝鲁之后的归回 因此我们知道 从耶利米书的信息透露 贝鲁与归回是上帝对以色列民族 同时也是对列国的审判应许 这显示上帝的审判 是同时对选民 也同时对万国万民的 若我们进一步去思考去反省 就会发现 上帝并不像人类一样 上帝不会陷在犹带民族的 那种狭义的国族主义里面 因为普天之下 只有以色列人 值得上帝的恩典与拯救 其实在审判的信息里面 上帝仍然透露一个 不能忽视的强调 就是他对万国万民有恩典有怜悯 愿意拯救 通过这样的信息 我们不仅要懂得 从犯罪与审判的信息中 学习功课 躲避罪恶与危险的道路 我们更要学习 拥有一颗宽广的心 不要轻易歧视 诅咒非基督徒的文化 与其他宗教的信仰 我们要记得 所有人都是上帝所创造 带着上帝荣耀智慧的形象 所创造的 因此我们所建构的文化社会等等 都有正面的价值 但是我们犯罪 我们不完全 我们仍然需要上帝的介入 带来拯救 而上帝怜悯 温柔慈爱的心肠 正显示他愿意万人得救的心胸 所以我们要学习对上帝 愿意万人得救的心 充满赞美跟喜乐 而不是心怀不平 学习接纳不同的人 学习为别人喝彩 这才是上帝拯救 应许的真正价值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谢谢你 因为你按照你荣耀的形象 创造我们 使我们可以活出丰盛的生命 活出生命的价值 主我们也在这里献上 认罪的祷告 因为我们是何等亏缺你的荣耀 我们没有活出你荣耀的形象 以及你对我们生命美好的计划 我们却陷落在罪恶之中 无法自拔 求你帮助我们 可以愿意接受你福音的拯救 重新得回你荣耀的相识 透过圣灵的引导 让我们活出新生的生命 也帮助我们愿意敞开心胸 接纳身边所有的人 为他们带来福音的好消息 使他们同得福音的好处 这样祷告 是奉靠我主耶稣发挥的圣名来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